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谈谈奇闻趣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今天向你介绍 带有鳞片的乌贼 乌贼是软体动物 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洋中 大约有600多种 最大的竞长达20米 小的只有23厘米 它的体表光滑 没有鳞片 可是前苏联的一位海洋生物学家 约尼尤霍夫通过解剖抹香精的胃 发现了身上带有鳞片的乌贼 这一发现 使尤霍夫兴奋异常 开始对这些乌贼 进行了认真的观察研究 尤霍夫发现 这种乌贼并不是全身都长着鳞片 它们的尾腔和一些末梢部分 没有鳞片 没有鳞片的地方 皮肤仍然显得很光滑 这种乌贼的鳞片 像建筑物上的像红色的瓦片 通过肌肉组织延伸 紧紧地排列在一起 鳞片随着乌贼的生长逐渐增大 数量也不断增加 一条体长29.5厘米的乌贼 全身的鳞片竟多达12465片 每一个鳞片内部都有微小的薄层 里面充满了空气 就像一个微小的气瓶 显然 这种包着空气的鳞片 可以使乌贼的漂浮和行动更加自由 这种乌贼在刚出生的时候都还有触手 但是到了成年时触手却全都没有了 人们都知道触手是乌贼的重要器官 他们凭借触手来掠取食物和御敌防身 在水里游动时触手又可起道奖的作用 可用来掌握速度和方向 很难想象乌贼没有触手会怎么生活 可是 为什么带领的乌贼却没有触手呢 他们没有触手还能生活得很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与其他海洋动物不同的是 别的动物是前进的速度快 而乌贼却是后退的速度快 他们行动的原理是通过肌肉收缩 把外套腔里的水从漏斗管里喷出 借助于水流的反作用 飞快向后游去 可带领乌贼却不是这样 他像一般海洋动物那样游动 这又是一个谜 有人分析 大概是由于这种乌贼生活在海洋的底层 靠那些洗净不洗动的动物为食 因此不需要快速运动 到底是不是这样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你又不打算 对像体验 我可以打算 我评论 要扶稍